时空之翼即将返场纳米车间 500至600左右就能抽出来 两年前我花了900 你们说现在它返场的意义何在呢 35排名开外 连新梦强威都比不过 我说的是性价比 请问时空之翼同学 你为什么要返场 因为我烧呀 好像说的有点道理啊 不然两年前我也不会买 这一辆车既不是飘移车 也不是转向车 它定位的是一辆腾空车 那么在平地图的时候 它就会有那么一丝丝的尴尬 今天呢有一位粉丝他就说了 他要抽这个复活车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因为这辆车特别好看 我说现在根本不实用啊 还不如等联赛车 我又问他你仓库里还有什么车 他说他的号里只有四天滔铁 那这样子更完蛋了 滔铁本来就是一个特别受地图限制的车 没有加速带 特性基本就废了 而时空之翼抽了他 也只能在腾空的地图拿来使用 也是特别受地图限制的 所以说这辆车 你要考虑清楚 再把它入手 好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